依了个大摸了帖子们 有人到了我的短视频账号之后 直接把这个账号注销掉了 没了 恐怖吗 再也不知道它涂啥 之前限制中小忙 然后有两个多月没有更新它 结果我昨天一登陆 发现没了 是个空白号 以前的那个账号就凭空消失掉了 然后我用我的实力认证给找回来 然后我就找以前的我的主页的网址 我去点击它 就发现上面写着 该账号已被本人注销 啊 我当时心里就已经一凉了 然后又赶紧在那个搜索页面 搜我以前的那些标题嘛 也都不见了 所有的事情都不见了 然后就直接心梗了 朋友们 要知道注销跟备封号是不一样的 注销意味着 你在这个APP上所有活动的踪迹 都蒸发了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客服 描述了一下我这个情况 客服说只要说到号 且被注销成功了 这个号就肯定是没了 再找回来了 具体是谁登陆的 谁操作的 谁注销的 都随着这个操作成功之后 在数据库里消失了 也都查不到 也就是说 即使COPPS也没有用 现在炸是这个炸 但是怪什么 怪自己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登陆 发现号被到了 甚至错过了 那宝贵的七天注销保护期 难受 事已至此 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注册一个信号 从零开始 看这里 评论区求一个摸摸头安慰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